解放、进城、新中国 一个个关键词诠释着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路前行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走到和胜利相伴而来的城市 陈云北上沈阳 叶剑英连续担任北平广州市长 陈亦南下上海 他们凝聚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进城对习惯了农村工作 只有28年历史的年轻政党和他的领袖们来说 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解放和接管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城市 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和艰辛探索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 1949城市记忆 人民解放军在攻下南京后 为什么没有拾取上海 这个城市跟中国所有的其他的城市都不一样 所以中共比较胜重 上海解放之战 陈亦为什么说是磁器殿里打老鼠 上海又是一个建筑密度非常高的城市 想把完整的保存下来 所以这个任务非常的坚定 中国中央为什么任命陈亦为第一任上海市长 陈亦是对在巴黎生活过在上海也有经验 所以他希望我们不要凑眼了下 接管上海究竟遇到了不同于战场上的怎样的挑战 大批的这个油资当时呢都聚集到上海 物价呢连续的这个飞涨 1949年一场寂静中的战斗 在上海大街小巷工厂商行里展开 1949年的4月底 解放军在胜利攻下南京之后 并没有乘胜追击 一路直取上海 而是停下了脚步 中共中央从北平天津香港召集了两万多人 聚集在上海周边一个叫做丹阳的小县城 整整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他们究竟在这个小镇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故事呢 就从这里为您讲起 有请今天的两位到场嘉宾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请坐 你好 1949年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 围牵了国民党五十余万江防部队后 23日 一举攻下国民党总统府所在的南京 按照常规军事行动 本应一鼓作气 攻下上海 可是解放军在蓝广的追尖战结束后 突然停止了前进 而是在无形以南 苏州以西地区 一个名叫丹阳的小县城 集结修正 上海各界一片惊讶 其实早在1949年 中共七级二中全会的时候 毛泽东呢 就已经和华东局的有关领导人 讨论过解放江南城市 尤其是上海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是慎重 管制 因为上海呢 它呢就是在中国近代以来 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另外呢 中央考虑呢 有两点 一点是上海 由于呢 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集中 所以说呢 打上海 会不会引起 美国等国家的 直接出兵干预 另外一点 就是上海 接管和解放 能不能更好的 衔接的问题 如果是解放了上海 很快拿下来 但是呢 接管跟不上 那么停水 停电 接管的上海 就成为一座死城 上海在跟 中共所占领的 所有的其他的城市 都不一样 它有一个 很现代的一个 工业的体系 然后它当年的那些商业 整个商业 都还是亚洲最强的 最维持着 当年的东方巴黎 西方纽约 所以即使在解放区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技术 再打下来不成问题 但是怎么把它 这个拿到手 然后能够接着 坐下去 因为上海 必须要成为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世界 如何解放上海 如何接管上海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需要制定一个 既要消灭敌人 又要保全城市的指导思想 然而这个指导思想 实施起来 并不容易 当时的上海 集结着国民党 监护航警备总司令 潘恩博指挥下的 八个军 二十五个师 三十多艘军舰 一百二十多架飞机 总兵力二十多万人 还有纵深数十里 有四千多座 碉堡组统的 永久和半永久性 军事工事 以及由外围阵地 主阵地 核心阵地 组成的防御体系 国民党原先做的 这个决定是 死守上海 所以在一两年之前 他们已经在上海周边 从大概是从 龙华到七宝 然后到这个罗电 嘉定这一带的话 造了碉堡 所以呢 现在都看 你在上海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偶尔还可以看到 那种混凝土水泥的 大概十个平方米左右 大小的那个碉堡 对于守上海呢 国民党还是派了重兵 下了很功夫的 比如说呢 他呢 就是在呢 上海的一些呢 这个外围地区 弄了很多呢 攻势 是特别厉害的 就是接收了 这个古今中外 很多这个 就是守城的一些呢 这个措施在里面 甚至是呢 竹签子 甚至是呢 这个地坑 就在南京刚刚解放后三天 1949年4月26日上午 一艘名为 泰康号的国民党兵舰 徐徐进入上海无松口 下午一点 兵舰抵达黄浦江边的 复兴岛 前来迎接的人们 在船上看到了 已经宣布隐退的 蒋介石的身影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 国民政府总统的身份 只是国民党的总裁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 蒋介石住进 复兴岛上 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 他的到来 一时间引发了 各方面的猜测 当时蒋介石是在 4月26号 从老家凤化 来到了上海 做呢 这个亲自的部署 接见了团以上的 这个守城官兵 其实呢 他是想什么 他是想 希望呢 在上海 就是守六个月 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便于他 这个把呢 有黄金的等这些物资 继续呢 运送出去 另外呢 就是想呢 引起呢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 趁机呢 再做呢 这个部署 蒋介石要求 汤安博 坚守上海六个月 他希望利用这段时间 抢运上海的大量 黄金 白银 和其他重要物资 到台湾 同时等待 国际形势变化 汤安博 对部队宣称 要让上海 成为二次大战中的 斯大林格勒 如果上海守不住 就要把他 翻空 打烂 面对国民党 有可能对上海 造成的严重破坏 为了将来 顺利接管上海 中共中央的高层 毛泽东 周恩来等 在选定作战指挥官 和随后接管上海的 领导人选的时候 拨废了一番脑筋 最终 他们把目光 一致定在 陈一身上 当然是看中 这个陈一的指挥才能 当然陈一当时还有术语 然后最主要是 陈一的部队 比较熟悉上海 陈一是受过一些 西方教育 然后他又有一些 传统的文人的情怀 陈一是四川人 但对他而言 上海并不是一座 陌生的城市 早在三十年前的 1919年8月 只有十八岁的陈一 就是从上海 踏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 开始了自己的 勤工俭学生活 由于有留法的经历 陈一在共产党内部 也比其他一些 没有出过国的人 有了更多的国际视野 和城市体验 陈一在解放战争期间 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对上海一带非常熟悉 加上陈一能文能武的综合素质 因此中央认为 选择陈一接管上海 这座大都市 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一是对在巴黎生活过 在上海也有经验 所以他希望 我们不要出洋相 所以其实这样的洋相 在其他的城市 也陆续地发生过 但是也不会 因为不会在国际社会 丢人现眼 因为当年上海 还有好多的 外国的通讯社记者 都没走 他们就是在看 看这个战事怎么发展 所以上海的一举一动 都会报道到全世界去 在选定陈一 所未来上海市党时 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 对陈一说 共产党进入上海 中国革命 要过一大难关呢 的确 上海这所繁华的 东方大都市 对于刚刚 进入城市的解放军来说 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也充满了无限的挑战 事实上还没进到上海 挑战就来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 天气晴朗 陈一在丹阳县城散步 在一个西院门口 他看见几个解放军战士 正在跟人发生争执 陈一过去了解情况后 非常生气 这几名战士不买票 就想进戏院看戏 陈一制止的这几个战士的 不文明举动 他告诉战士们 如果解放军进驻上海时 再出现类似这样的行为 那就不仅仅是 被当地老百姓抱怨 而是要报道到全世界去 成为国际世界 在丹阳 陈一经常为军政干部 做入城纪律报告 这些干部来自部队 北方根据地 上海地下党等各套方面 许多人没有接收 和管理城市的经验 有些人甚至没有到过城市 我们军队常常都是在农村打仗 那么进入大城市之后 不熟悉城市的生活 那么有些士兵 甚至是什么呢 不会用电灯 然后上电灯上去点烟 还有的就是 不会用抽水马桶 那么有一些战士 甚至是刚进去的时候 在抽水马桶里洗碗 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闹了好多笑话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要学习 当时在丹阳集训的时候 上海地下党送来的 有近百万字的 三十册的上海盖矿 那么也这时候都送到了 丹阳集训的干部和军队手里 这位后来接管大上海 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经过慎重考虑 陈毅向中央提出 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 攻打上海的请求 以便做好接管上海的 各项准备工作 这一意见 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中央还决定 相对于当时军事实力 出众的第四野战军 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 有着特殊的优势 来进攻上海 当时的淮海战役以后 毛泽东以及中央指挥部都已经决定 用三野来打上海 而不是第四野 因为你知道当时的 这个第四野战军的 他的军事力量是最强的 他可以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上海还是交给了第三野战军来 因为三野比较靠近上海 然后呢 他平时跟上海接触也比较的多 三野当中有一些人 有一些干部是在抗战时期 从上海到青四军的占领区的 所以呢 这个他们对上海有一个很强的了解 然后呢 对上海也比较有感情 所以呢 用这一支队伍的话比较可靠 打南京 占领了南京以后 长江三角洲地区 全部交给了三野 经过充分的准备后 5月12日 总攻上海的战役打响了 陈毅命令部队 尽力将国民党调到上海市外围阵地 加以监力 争取尽量完整地保留住市区的基本面貌 而且在城市内部的作战 尽量使用轻武器解决战斗 尽可能减少战争对城市建筑的破坏 中共中央也赞成陈毅的作战原则 毛主席命令解放军 不要搞国民党的焦土政策 要尽可能完好的保存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在陈毅等人的指挥下 解放上海的一场特殊的城市攻坚战打响了 然而这种特殊的插发让解放军付出了重大代价 陈毅 那对于如何攻打这样的一座城市 它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说这就好比是攻打瓷器店里的老鼠 这个老鼠肯定要打 但是又不能破坏瓷器店里的这些瓷器 那这怎么打呀这个仗 打上海其实是非常的难 对三野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难题 上海又是一个建筑密度非常高的城市 当年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五百万 所以这么大的大城市里面 你又要想把完整的保存下来 所以这个任务非常的严重 这种被陈毅形象的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法 表现的战场上就是解放军不用炸药 不用重炮 尽量不破坏上海的建筑物 为此解放军把攻击的重点 放在敌人重点射防的吴松 前击吴松口 封锁敌人海上退路 切断敌人强运上海物资的通道 而暂时不攻击上海市区 在经过极为艰巨的外围攻击战后 三野司令部下达了松户战役攻击命令 各部队于5月23日同时发起总攻 三天后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市区 陈毅讲这个瓷器店里做老鼠的话 这个是很自然的 因为当年的中国的工商业的精华都集中在上海 不要集中在原来的租界地区 1945年以前 就是国民党回到上海之前 上海有一块区域是自治的 自我自理的 说是外国人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自治体 95%以上都是华人 华人的事业都集中在那个里面 抗战时期从1931年到1937年 从128到813那个两次战争 华界打得稀巴烂都一塌糊涂 被日本人都被日本人炸光了 可是呢 当年的那些产业的精华 人员啊 学校啊 工厂啊 商店啊 都搬到了租界里面 所以租界就倖存下来 这是陈毅的设想 很幸运的是这一块地区 没有被打掉 所以我们现在还看到上海 租界地区市 法租界 公共租界的这个传统区域市 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一个城市的样子 要不然跟其他地方也一样 遵照陈毅关于攻打上海 不住民宅的指示 解放军在24日夜晚进驻上海时 从军长到战士 全部身穿军装 一排排整齐的露宿街头 合一而睡 中国共产党军队啊 他从以前都是在呢 这个城市 在这个乡村里面打仗 所以说呢 住老百姓的房子 那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呢 我们有纪律 比如说你住完之后 他那个纪律当中就上门板 捆扑草 你离开之后 把那门板卸下来当这个床用 然后呢 走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再安上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说当时呢 在这个丹阳的时候 陈毅领了制定 入城手册的时候 入城这个纪律的时候 那么加上了不入民宅这一条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引起了就是 直战员的啊 就是强烈反响 就说马上就要解放上海了 为什么进上海就不能住民宅 但是呢 这个 陈毅说呢 陈毅说这是呢 我们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如果呢 这个住民宅 扰民 那是呢 就是会呢 引起了这个混乱 那么也影响了解放军的形象 所以说不论怎么样 天王老子来的都不行 就是必须坚决执行这一条 5月25日早上 当上海的市民们推开家门 见到的是一幅从未有过的震撼景象 解放军战士们沿街而落 由于刚下过雨 战士们满身是泥 有的还赤着脚 而当热心的市民们 被他们送上衣服 高点时 战士们坚决不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 这个新式的军队 那么这个军队当然要表现出一种 这个新的面貌 宣言我们是想来 做文明 文明公民 在城市里边 我们也想做文明公民 这个毛泽东在 进入水平之前说 我们不是闯亡啊 我们不是李志诚啊 我们进北京是要去赶考的 这个考试就是怎么接受大都市的考验 那这个考验我觉得 在上海面前 尤其是显得更加的严峻 因为你看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军 都是农村兵 然后在市民面前 怎么表现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个考试 解放军进入上海 夜宿街头 不入民宅的动人一幕 成为共产党 送给上海市民的一份见面礼 那对于这样的一份见面礼 上海的老百姓 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龙华有相当激烈的交叉 可是呢 枪声过后 等到第二天早上 一开门的话 解放军已经躺在他们的 这个门口 这个上海人讲的 上嘎尔 上街沿 就是马路是 席避而睡 然后当然就马上就传开了 就是共产党不扰民 跟国民党不一样 马上就会宣传 那么当然这个都 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那么这个设计是 有这样的理念 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些理念 因为在我们的 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大兵进城 是都要引起灾难的 1945年的话 国民党来上海 他们的用词是接收 可是上海人 给他的这个发音是 结收 打结的 结掉了很多上海的财产 所以呢 上海人从那个时候 就没过过好日子 所以再招也不会 招到什么地方去 5月27号开门一看 有士兵躺在自己的门口 那当然还是一个资金 这个也不单单是送给上海人民的一个礼物 也是中共送给全世界的一个礼物 上海的有关媒体 就有这样的这个报道 说是胜利之师 仁义之举 像声报 这个大公报 还有呢 这个美国的合众社的报道 都是讲到 军纪迹 军级极家 这个行止有礼 大公报呢 它还有一个 就是 例子啊 比较有趣 就是当时呢 解放军25号进上海之后 那么去呢 这个 去接收新生活去的部 大致属于国民党的官产 我们是要接收的 但是呢 正好有一对新人 在这里举行婚礼 当时呢 这个举行婚礼的这一方 就是进退两难 客人已经来了 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怎么办 然后呢 解放军呢 这个战士啊 兵兵有礼的 跟他说 这个你们结婚 他们呢 就是在外面一直等 等到呢 婚礼 这个仪式举行完毕 然后呢 宾客都已经用完餐 他们呢 这个 才呢 这个进去接收 所以说呢 这在上海呢 传为一段佳话 上海解放之战 陈毅为什么说 是瓷器店里打老鼠 上海又是一个 建筑密度非常高的城市 想法完整的绑存下来 所以这个任务非常的坚定 接管上海 究竟遇到了不同于战场上的怎样的挑战 大批的这个油资啊 当时呢 都聚集到上海 物价呢 连续的这个飞涨 1949年 一场季境中的战斗 在上海大街小巷工厂商行里展开 敬请关注 1949 尝试记忆 接管 大上海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 第二天 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但是摆在市长陈毅面前的 是一个共产党人 从未接触过的烂摊子 接管上海 不比攻打上海容易 从千里沙场到十里洋场 陈毅面前的难题 堆积如山 当时上海有五百万人口 但存粮不到半个月 棉花不到一个月 煤炭不到七天 如果接管工作出现问题 资源短绝的上海 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一座死城 国民党在撤退之前 疯狂发行金元券兑换黄金 把搜刮到的黄金美钞运往台湾 由此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 导致物价一天比一天高 市民甚至抱着一堆金元券 也买不了一打草纸 而长期形成的投机资本 则不断轻风作浪 有人扬言 解放军进得了上海 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以后 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 禁止金元券流通 请市民使用人民币 银元美钞则限期兑换 但命令发出后 预料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 自从接管上海之后 就是要废除金元券 发行人民币 老百姓到银行里面去兑换 也很积极 但是后来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兑换回来的人民币 马上就把它去买东西了 买米啊买面啊 就一分钱都不留 就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上海人在1945年以后 尤其到了这个48年 那个精英券的那个改制以后 它的那个都是用中央的权利 来推行的一个 不准备金的这个纸币 有一张很典型的照片 有一个胖胖的上房先生 被埋葬一堆的纸币里面 所以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手上有纸币 赶快换成了食物 最好是黄金 然后也是美元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换成米啊 肥皂啊 火柴啊 国民党给上海人民 留下的通货膨胀的印象太深刻了 以100元法币的购买力为例 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 到了1945年 就只能买两只鸡蛋 到1946年的时候 只能买六分之一块香皂 到了1947年 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1948年的时候 他只能买五百分之一两的大米 1948年巴运 执行金元券改革之后 金元券的贬值速度比法币还快 买菜要带的钞票重量 甚至比买回来的菜还要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深刻印象 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都不过夜 不是去换银元 就是去购买物品 结果造成银元突然涨价 六月初 一块银元可以换六百元人民币 但不到一个星期 就涨到一块银元换两千二百元人民币 而且一路上涨 银元涨价带动物价飞涨 大街小乡的银元贩子 拿着大小银元到处贩卖 当年在上海有几个地方 比如说在中央商场 南京路的东段前面的中央商场 然后好多的静安市百乐门舞 这个舞厅前面 人民广场 这个跑马场 这个附近 当然大家都在换银元 拿紫币过去换法币 后来又换金银券 人民币发行以后也是这样 上海这个叫做那种打桩 当桩母子 就是站桩着在那边换 跟人家换钱的 换钱的那种人 就是这个叫当桩母子 我们叫一种黑市 其实这个现象在全中国都一样 其实当时这个说靠换银元为生的这种小败 黑市很猖獗 所有八万人 全中国都有 上海是最多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样的 就是大家对货币的不信任 对紫币的不信任 要么我就存食物 食物在家里 你不能存很多 只能用一伙 然后最好是存硬通货 硬通货在上海 当时都是各家银行发行的 原先还有汇丰银行发行的 这个紫币算是硬通货 但是后来就不行 也不信任 所以美元 美钞 然后黄金 黄金各家公司发行的金条 大黄鱼 小黄鱼 所以这个大家都换在手上才觉得安全 典型的这个手势就是拿一个银元吹一个球 听一下 听一下那个 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很典型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现象 可是在因为上海是金融中心 所以这样的金融现象在上海是最集中的 由于上海金融业发达 市民具有较高的金融素质 因此对货币等问题极其敏感 看到人民币在上海遇到的困境 沉溺心理清楚 造成市民不信任人民币的原因有很多 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行准备金不足 在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夕 从1949年1月开始 蒋介石多次下令 将上海中央银行金库内的黄金白银全部运往台湾 到了上海解放时 中央银行留在上海的准备金 只剩下账面上的900万股公司股票 而现金只有可怜的银元165元无奖 国民党大撤退的时候 他们的口号就是把上海搬成一座空城 搬走的半 所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然后中央储备局 里边的黄金美元都搬走了 而这批黄金美元还不单单是一个自然形成的 它是在15年推行法币 18年的金银券的推行过程当中 用枪啊 用刺刀啊 用枪的在弄场里面逼着每家每户交出来的 所以是一个暴力掠夺出来的一批财产 然后这个呢就变成了当时蒋介石内战的一个资本 他原先是想打赢的那个内战 统一了统一了中国以后再再恢复经济 可是内战失败 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一笔财产呢 全部搬到台湾 这个操办人在林郑方面的是余红军 在军政方面的是这个陈城 所以呢他们搬到台湾这一笔财产就成了台湾 后来经济的一个基础 所以后来的台湾的土改啊 后来的经济起飞啊 都跟这笔钱还是有关系的吧 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也导致当时 这个人民币在发行的时候 老百姓对这个纸币的这个极大的不信任 对啊 所以没有准备金 所以对这个不信任是一个 不是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啊 这是一个金融的一个金融现象 金融方面出现的问题 只能按照金融规律来操作 陈毅市长经过一番准备 考虑到上海市民们对人民币的不信任 准备向市场拷一定数量的银元 以稳定银元的价格 1949年6月5日 陈毅下令向市场投放10万元银元 第二天再投放30万元银元 以促使银元降价 但对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来说 40万银元投下去 就像三幅天撒到地上的一滴水 瞬间就蒸发了 今天看来这个政策 我觉得是不成功的 因为当年你的硬通货绝对是缺乏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 还有第三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 已经占领全中国 它有的是物资 它物资可能还有 但是它的通货是不够 所以你用通货来打压 这个通货膨胀 这个是把水倒在沙漠里面 这个是很难承的奏效 当正常的经济手段 遭遇到一个庞大的投机倒把群体 结果显然是无法令陈毅市长满意的 特殊的时期 面对特殊的局面 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措施 1949年6月10日 上海银元黑市的窝点 上海政权大楼忽然被军警包围 投机奸商及其爪牙 二代多人被全部带走 这些奸商的背后 大多有国民党特务撑腰 所以是导致局面混乱的主要人群质疑 政权大楼被查封后 银元价格立刻下跌50% 物价也开始回落 新政权为恢复城市经济秩序 进行的第一仗 取得了成功 新政府对货法商贩毫不手软 赢得了民心 然而军事手段毕竟无法完全代替市场规律 打击金融投机的斗争刚刚结束 上海的投机商又开始了炒卖大米 当时的这个情况 上海历来是投机商比较活跃的地区 而且大批的油资当时都聚集到上海 他把目光转移到了物资的时候 物价连续飞涨 1949年7月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上海的米价就几乎翻了一倍 危急关头 全国紧急支援上海 中央分管财经工作的陈云 明确提出 全国支援上海 上海支援全国 这一次人民政府没有动用军事力量 而是统一调度全国解放区的粮食 平价投放到上海市场 最后囤积商家企图高价卖出的米 全部积压在手中 指得败退市场 那么中央当时是由陈云来负责解决两白亿黑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打了经济上的一场淮海战役 因为上海物价上涨之后 那么天津 北京 全国很多城市的物价都随着跟着波动起来 他采取的办法 就是也是从全国各地 这些呢 一个国营的 一个粮贸公司 那么调集这些呢 紧俏物资 一点点的 秘密的 运到上海 各级的运输人员都是要求严格保密 那么运到上海之后 陈云有他的打算 他呢 其实每天都从全国各地 主要大城市 像呢 这个上海 南京 这个武汉 等等 要他们的这种 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粮贸公司的 这个储备 这些物资储备 另外一个呢 是市场的 每天的这个价格波动情况 看这两张表 那么当他估计 就是投机商 他手里的这个货币 都转化为储备物资的时候 那么在11月25号 下令向市场投放 然后呢 这个开始的时候 这些投机商呢 还是这个 惯性的囤积 这个买进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个共产党手里有货 这个买也买不进 然后呢 随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每一天 我们把价格降一件 每一天降一件 最后呢 这个投机商吃不住了 那么跟着 一起加入了呢 这个抛售的大军 最后呢 这个对他们造成了 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很多监商 他自己物资 这个资金 就是用光之后 还要抬高利贷 那么当时呢 是呢 就是有日价 高利贷 那么每天的利息 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所以说 这个这次 这个经济上的战役 我们是用什么呢 是用这个经济的手段 制服了上海 所以说 后来呢 这个容易人 他呢 就有这样的评价 他说呢 六月 那么 银元之战 那么我们是用 这个行政的手段 解决的问题 而这一次 米棉之战 那么中国共产党 适用经济的手段 这个稳住了上海 解放和接管 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城市 其中又有着 怎样的精彩故事 和艰辛探索 敬请收看 天涯共词时 1949 城市记忆 除了稳定金融和物价 陈毅市长也在积极 恢复上海的工商业 上海是一个经济城市 经济主要是工商业 如果民族资本家 与共产党 没有劲往一处时 再好的经济政策 也没办法推广开 1949年6月2日 初下的上海 这天 陈毅召集上海 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商业者 在中国银行的大楼开会 上海的工商业者们 充满好奇的 在等着陈毅 来给他们开会 究竟陈毅 是个怎样的人呢 在等待的人群中 就有33岁的上海 深心集团董事长 荣毅仁 当心怀疑虑的荣毅仁 终于等来陈毅的时候 出现在面前的 这位新中国的上海市长 穿着灰色的半旧的军装 脚登一双黑色的布鞋 衣着相当朴素 陈毅开始讲话了 他开门见山 对工商业者们说 你们有什么困难 可以找政府 政府会帮你们解决 不解决 你来找我 陈毅讲这些话的时候 态度非常真诚 这一次和陈毅市长的接触 让荣毅仁觉得 自己选择留在上海 是对的 荣毅仁的心态 是跟整个上海市民的心态 是一致的 因为荣毅仁是学 学工程的 纺织工程的 所以他必须跟工厂在一起 荣家在上海的工厂太多 纺织厂有三家 森兴 永安跟安达 在1940年代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 永安是决定 把他们的福产都撤走了 所以大部分的家族的成员 都离开了 留下的是荣毅仁 好像还有荣树人 就是他的姐姐 他们两个留在上海观望 普遍的态度就是观望 看共产党往下怎么走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身心在上海很多的资产 那些房子也搬不走 那么多的工厂的机器 几十万的 几百万的杀钉 那个布机也带不走 而且留下来就必须合作 而诚意的高明就在于 他跟这些人交朋友了 尤其是工商业者 他是交足了朋友 能愿意留下来的 绝对这个款贷 然后观望着想走不走的 设法要把它留下来 又做了好多人的工作 陈毅的坦诚换得了荣毅仁的信任 很快荣毅仁就给陈毅 以及上海市领导们发去请帖 想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但是面对这份情帖 上海市的个别领导去犯了难 有人坚持说 资本家请吃饭 最好不去 因为国民党撤退时 说上海是个大染缸 共产党最好跟资本家 不要靠得太近 陈毅听到这种说法之后 哈哈大笑 他说 我们打仗都打下来了 难道还怕吃顿饭吗 陈毅在共产党的干部当中 还是比较有底气 他有一种豪气 最主要他在上海也生活得蛮久 所以呢 就是中共的高层 都有上海生活的经验 所以呢 他们设计的一些方法 还是比较的符合上海的时机 当时为什么有人反对 反对什么呢 反对就是资产阶级啊 帝国主义啊 这个是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的饭我们不应该吃 我们干革命 不就是要把他们干掉吗 你怎么跟他们再混在一起呢 那这个是高层才有的 才有的这个想法 这个下面的人怎么懂呢 它是跟丹阳集训 跟这个都有关系 所以进了上海 相风独物 美女这个独药 这个都要巨腐石永不瞻 所以就组织了这样一种教育 但同时 这种教育也是双面 你一面教育 他们说是一个相风独物 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 要巨腐石 同时你又跟他在 搞什么统战 搞勾勾打打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个是很难平衡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陈毅是力排众议 他有 有时候他不那么意识形态 有时候他还有一点 这个社会的智慧 1949年的过程当中 上海的市民对陈毅 还是比较认可的 陈毅与工商业的精英人士的交往 赢得了上海市人心的初步稳定 工商业等各行各业开始快速恢复 但是对第一次掌握上海这样一所国际大城市的共产党来说 接管一个大城市 无异于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难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9年从接收管理到改造 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 广大市民与社会各界 克服了种种困难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 使上海各个领域焕然一新 上海这个远东伯业城依然熠熠闪光